感謝大紀元讓大家明確中共和中國人民的區別 這是美國的史蒂夫在《拒絕中共》網站上的留言 還有不少人留言 感謝大紀元提供這樣一個平臺 讓大家能夠發聲 交流對中共的看法 我們這個大選裡面也看出這一點來了 目前在《拒絕中共》網站上簽名的人數已經超過了23萬 平均每天有近千人簽名 據大紀元副總裁王學科介紹 網站在開通初期被命名為《CCP病毒真相》 當時中共病毒傳到美國 很多西方媒體按照中共的口徑報導 為了讓人們看清病毒來源 英文大紀元決定成立這個網站 6月份 中共肺炎疫情在全球似乎暫告一段落 各地開始解封 為了讓西方各國人民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 網站名稱被改成了拒絕中共 王學科表示 只有發自內心的覺醒 不被中共侵蝕 不做中共的犧牲品 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 如果是對中共認識不清楚的話 很多東西還是會害很多的人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你要不受中共病毒的毒害的話 你必須要遠離中共 你要拒絕中共 中共它做的一切東西就是耍著各種花招 然後給一些經濟利益啊各方面的東西來誘惑你 所以人們都會忘了這個中共的邪惡本質 它就是一個毒藥 它的這個本性根本就不會改變的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曾說 中共是一個馬列組織 有著極權意識形態 目的是全面控制人民的生活 格羅夫城市學院經濟與社會政策研究院 亨德里克森博士認為 共產主義是比COVID-19致命的多的病毒 來自德國的伊扎爾在網站上留言 我們不想讓邪惡統治世界 我為了我的家人而簽名 美國的卡拉爾表示 堅決拒絕中共以及全世界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 吉恩譴責中共犯下的反人類罪行 漢娜則呼籲必須把罪犯繩之以法 吉拿大退黨服務中心負責人江藩認為 拒絕中共網站幫助人們認識中共的來源 看清中共幹的壞事 知道了中共竊取政權後至今 導致了至少8000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 在香港 中共公開撕毀一國兩制強推港版國安法 在國際上 由於中共隱瞞疫情導致中共病毒擴散全球 幾千萬人受感染 所以這個網站也給人們提供了一個選擇的機會 不曾加入中共組織的西方人用簽名來拒絕中共 3億6千多萬的中國民眾則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 用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形式 來表達與中共切割的決心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